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演唱会结束后 保护了女歌手没有受到袭击 女歌手因为感激 答应了水哥指导小白唱歌 就在水哥要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小白时 小白却决定和朋友出国度假 水哥在江湖那毕竟是老油条了 这还未成年的就去法国 多危险呀 看着小白可怜的模样 水哥实在不忍心 最终还是答应了小白的要求 不过条件就是一定要随时打电话保持联系 随后就和前妻一起送小白去了机场 刚下飞机 小白就和鸡友金发妹 就被一个专门拐卖女孩的人贩子小帅盯上了 小帅以一起拼车为理由和他们搭上了话 还邀请小白参加他们举办的聚会 单纯的两人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并且还告诉了小帅他们的住址 所以说呀 一定要听父母的话 你不惦记着贼 人家还惦记着你呢 紧接着人贩子集团直接冲进了门 直接把金发妹给掳走 幸运的是 小白此时躲在房间里 给水哥打着电话 看到这一幕 小白直接吓梦了 水哥冷静地告诉小白 先躲在床底下 你只有十秒的时间告诉我抓走你的人的特征 小白大声地喊出了 有胡子 右手有月亮和心情的纹身 紧接着 小白的电话就被人贩子捡了起来 水哥对着手机那头的人就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 也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如果你想要钱 我没有 但是如果你感动我的女儿 我就会对你用一些特别的手段 而那时候就是你们的噩梦 对方说了一句 祝你好运之后就砸了手机 随后 水哥通过朋友的帮忙 顺利知道了人贩子是谁 并且告诉了水哥 你只有96小时的时间 否则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水哥来到法国 首先潜入了小白被绑的公寓里 通过被砸碎的手机里的内存卡 看到了小帅的照片 于是去机场蹲点 被水哥发现后一路狂奔 却不幸被突然出现的卡车撞死了 随后通过国安局的朋友 找到了这个团伙的老超 可是并没有找到小白 但是在一个女孩的房间里 意外地看到了小白的外套 可是这个女孩被打了毒品 什么都问不出来 水哥只好先救出了这个女孩 从她的口中得知了黑帮的老超 水哥用朋友的名义 找到了人贩子的老超 对人贩子进行了一番敲诈 俗称收保护费 最后通过胡子楠说 祝你好运 确认了他就是那个人贩子了 然后就是一顿厮杀 水哥的主角光环也不是盖的 轻轻松松杀了数十个人 随后找遍了所有房间 在这里只发现了小白朋友的尸体 却唯独没有见到小白 水哥从胡子楠口中 得知了一个名字 西装满 他经常组织一些拍卖会 就是拍卖那些漂亮的少女 小白成了第一个拍卖的对象 于是水哥混进了拍卖会 在拍卖会上发现了小白 于是他逼着一个拍卖者 买下了小白 可刚一出门 他就被打晕了 醒来后 双手靠在了地下室的管道上 就在要被勒死的时候 雪中一个旋转跳跃不停歇 就把管道从固定的房顶上扯了下来 这件事说明体重很重要 没事不要瞎减肥 水哥顺利逃脱后 得知小白已经被带到了邮轮上 于是抢了一辆车 又是一顿猛追 水哥一看就是由主角buff加深 随便一抢就是奥迪S8 那车帅的小斌都想买一辆了 不过摸摸口袋 好吧 我们继续看票 水哥跳上邮轮 积攒了半天的小宇宙 终于爆发 三下午初二 就干掉了一票小斌 这可把叛媚者老王吓得不轻 直接拿到要挟起了水哥 直接被水哥一枪放倒 而小白经历了这场绑架后 对前来营救自己的父亲 充满了感动与惊喜 从前对父亲的误会也得以化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年轻的姑娘不要轻易上帅哥的车 搞不好就不是去幼儿园的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飓风营救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